大家好 4月14日星期五 今晚想和大家談一談 談一宗電話騙案 為什麼會談電話騙案呢 今時今日對現代人來說 電話騙案似乎都不是什麼新聞 什麼假務官員 什麼猜猜我是誰 很多很多很多這些個案 我們當然會同情那些受害者 尤其是當中有不少都是長者 半生積蓄就這樣化為烏有 真的很慘 但是有時候聽得太多 而個案的內容某程度都是重重覆覆的 要不就碎之以利 告訴你怎樣怎樣 你就會得到更多 要不就有少少恐嚇你 說你出事了 又或者你家人出事了 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呢 巧不怕舊 最重要是仇 這些巧最後都是令到很多人上當 蒙受損失 所以一方面同情他們 但另一方面聽到這些電話騙案 也確實有點盲目 所以不算為很大的感觸 很大的觸動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今天看新聞 看到一宗電話騙案 我又真是 一股很不憤的心情 猶然而生 覺得很不值 這樣也會中招 這樣也蒙受損失 真的很慘 所以非常觸動我 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這個個案涉及一位83歲的長者 出了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典型 猜猜我是誰的個案 這個83歲的長者 話說2月的時候收到電話 說是他的兒子打來 兒子跟他說現在被捕 要籌保釋金 要爸爸去銀行拿錢 這位83歲的長者 其實第一時間的時候 都很精靈 他就說 我兒子 不是在外地公幹嗎 他這樣回答 於是對方就打蛇徐棍上 是啊 我是去了外地公幹 現在我就在外地被捕 所以你要籌錢 於是長者就信到十足十 是啊 真的啊 我兒子在海外公幹 現在在海外公幹 遇到問題 所以就去銀行籌款 拿錢 準備去給兒子做保釋金 去到銀行要籌款 突然間有這麼大額的籌款 就是去拿錢 拿這麼大額 因為根據報道 大概都要拿了一個百萬的要 那銀行呢 就覺得有些問題了 那覺得可疑的 銀行職員 拒絕為老翁轉帳 而且還報警 那最後呢 警察介入了 就聯絡了 老翁在家 在港的家人 不過老翁就認為 兒子的被捕是屬於家丑 隱瞞事實 所以家人也不知情 因為銀行拒絕鑽款 老翁於是就乾顧匯款公司 將不申積蓄匯給騙徒 最後損失120萬港元 那這個就是明報的報道 即是老翁最初的銀行 想匯款 但是銀行呢 就覺得有可疑 沒有匯 幫他去報警 但是他最後堅持 於是如果看這個報道 可能就是他 他堅持要提款 那銀行沒有辦法 就給他提了一款 然後他就乾顧匯款公司 匯款給騙徒 最後就損失了120萬 我看這段新聞 為什麼我會這麼不憤 為什麼會這麼感慨呢 因為上天已經出了手 出了兩次手 有兩次機會 是想救回阿伯這120萬 首先就是銀行職員 其實都很聰明 見到阿伯要轉這麼大額的匯款 就覺得是有QK 是有可疑 所以我想他跟阿伯談 跟著談不定的時候就報警 這個已經是第一個出手 然後警方介入 也是第二個出手 但是呢 即使有兩次機會 去幫助阿伯 救回這個獎者的120萬 但是有時人性的盲點呢 就是這裡 那這位獎者呢 最後始終就中了計 那可以說些什麼呢 那雪村鳥 可能都是父母愛子女之心 始終現在受損失是誰呢 受害者就是這位獎者 他損失了120萬 我想對獎者來說 這個都 這個 這個損失呢 就是一點都 我 因為報道你沒有說他的 身家各樣 但是就算你多有錢 我覺得一個獎者 理論上 83歲的獎者 他已經 不再有賺錢能力 你在他的積蓄裏面 淘空了120萬 對很多基層的獎者來說 這個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是就算你說 有些存款的 那無端端沒有了120萬 任何人都會心痛 所以 就是 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 就是 你何忍責怪的受害者呢 所以呢 就是 我也 在這方面 就不是想去怪爸爸 不過我就覺得 真是很 唉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兩次出手 但是最後都救不回 這個是我第一個的感覺 那第二個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 沒錯 上天已經兩次出手 但是 是不是可以 出手那些方面 是不是可以 走多一步呢 包括銀行 包括 警方 因為我 我在想 這個個案 其實 最簡單的處理 就是 聯絡到 這位獎者 身在 外地的 她的兒子 那就一清二楚了 因為 如果這個是騙案 即是她的兒子 在外地並沒有被捕 那如果她聯絡到兒子 由兒子 自己跟爸爸 講回電話 就說 喂爸爸 那個 電話是騙案來的 騙你的 我並沒有 出事 並沒有被捕 所以千萬不要匯款 那 那就 真相大白 我相信 如果兒子打來 那 長者不會反而說 這個是假的 我想 一般情況之下 她理解 所以 為什麼沒有做到這部 其實 我剛才說的 都不是我 純粹是自創 曾經有部 日劇 叫做 《認識的妻子》 都有類似的情節 當中就說 男女主角都是銀行職員 有個婆婆來 就在這些電話騙案 就說她的兒子 女需要款項 於是她就要去匯款 但銀行職員覺得有問題 於是 男女主角分別 一個拖延長者 另一個 就去聯絡她家人 怎樣可以 可能當中都透過警方幫助 成功聯絡到她家人 最後由她 她以為出事的兒子 去說服婆婆 我不是啊 千萬不要匯款 就可以成功解決了問題 這套《認識的妻子》 是日劇來的 不過它是 其實它是 改編一套韓劇的 韓劇有沒有類似的情節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我看過那套日劇 它是有這一段的情節 我也想說 在這裡 我不是想去怪責 銀行職員和警方 因為如果單單看《明報》的報道 很多細節都不清楚 例如《明報》那個說 因為長者認為 兒子被捕是家醜 隱瞞事實 所以家人都不知情 我不知道中間是 涉及什麼細節 所以不可以簡單說 怪銀行職員或者怪警察 事實上他們可能已經 做了他們很多的事情 而有些情況是我們不知道的 甚至我剛才提到 是不是他也曾經 想嘗試聯絡他的兒子 而無法聯絡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基本假設 如果他報警 警方都掌握一定的資訊 按道理是可以 嘗試聯絡他的兒子 這是我基本假設 但裡面會不會有些細節 是我不清楚不掌握 而那個判斷 所以我不敢輕鬆去判斷 就說是銀行職員有問題 警方有問題 因為在這件事上 表面上他們都有盡力幫助 但是我想提的是 凡事有時候 就是以 如果用李家超那句 就是以結果為目標 好人就做到底 幫人就幫到底 大家都最想成功解決問題 如果對當日參與幫手的銀行職員 或者當日參與幫手的警察 他們時候看到 獎者最後都是損失120萬 我相信他們跟我一樣的感覺 都是不好的 就覺得 為什麼呢 明明都兩次出友出手 為什麼都可以以什麼 所以我在這條題 就不是想摘掛 而是真的覺得 大家以後去處理這些問題 幫這些問題的時候 以目標為本 想想怎樣可以達到目的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為什麼會說起這個電話騙案呢 主要就是 警方昨天出來公佈一些 電話騙案的數字 根據警方的說法 就是 今年第一季 電話騙案大概600宗 比起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其實數字已經下跌了很多 跌了半 不過呢 當中提及的 我們剛才提及的 這個 猜猜我是誰 這種形式的電話騙案 就有上升的趨勢 因為一月只有84宗 去到三月就已經有233宗 即是兩倍 所以警方就出來 叫大家要留意一下 電話騙案 主要是兩個類型的 一個就是 猜猜我是誰 另一個就是 假務官員 今天傳媒比較重點去報 就是一個所謂 假務內地官員的個案 就說 69歲的事主猴先生 就有騙圖 假務內地官員 要求他去正清白 還派人上門 就為了猴先生的手機 安裝一個遙控的軟件程式 然後就遙控了猴先生的手機 最後就拿了他的資料 再以他的名義 就開納網上的銀行戶口 轉走了210萬元 那猴先生當然很慘 他覺得是不可能的 他都沒有給到密碼對方 那怎麼可以轉走這些錢呢 但事實上就轉走了 所以他就很慘 這次你就看到 其實騙圖用一種相對 以往沒有說過的行騙方法 就是那種遙控軟件 遙控了你的手機 拿你的資料 然後用你的名義 去開網上銀行 而直至去轉走些錢 同時他也有人派人上門 這個就去 因為你看到一個實體的人 就好像少了戒心 不過事後發現 現在這個上門的所謂突派員 其實都是電騙的受害者 他其實都被警方拘捕了 這個個案 猴先生和傳媒出來說 就說他已經退休了很多年 去年年中就由外地回流回香港 獨自生活 同年8月就收到一個 自稱內地公安部樓隊長的電話 對方就說猴先生在內地涉嫌洗黑錢 涉及三百多個集團 成員還包括廉政公署和警務人員 猴先生不如有責 於是又急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於是怎樣怎樣 其實我最不明白 就是怎樣都會不如有責 其實根據報道 猴先生都提到 你說我在廣州怎樣怎樣 我當時都不在廣州 但是最後 不如有責又急於證明清白 於是就中了騙徒這個騙案 其實看起來是很唏噓的 因為大家明白 電話騙案已經是 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常見部分 而騙徒永遠有 剛才我說行騙的方式 要是你有要是威脅 在兩枚構內 他永遠可以用不同的包裝 而科技是日新月異 你永遠未必追趕到 即是他最新的那種情況 尤其是我們一般市民 他說他現在 你開過 有些說你開過的連結 隨時已經有怎樣上當了 我覺得一般普通市民是跟不上 所以其實處理這些問題 最重要是 我覺得是個高度的防備意識 首先大家要明白 就是電話騙案 是現在在我們的社會 是很常見的 麻木還麻木 但是你自己就要很清楚 在我們身邊 是經常可能都會發生 而自己是隨時都會有機會成為目標 我覺得這件事 不僅僅自己 要跟自己說 甚至也有責任 跟我們身邊的長者說 因為他們都是高危一族 針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自問 我在這裡 相對 都成功的 我們在家裡來講 因為我家裡有個長者 我們家人都會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都會灌輸這種意識 這些東西多數是騙人的電話 你不要接 你怎樣怎樣 所以 其實那個防備心 你要放在他的腦裡 讓他有這個防備意識 我自己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就有幾個做法 首先 今時今日 如果有電話打來 而那個號碼 不是我電話簿裡面 有已經登記 我認識的人 認識的朋友 認識的店舖 我一律都是不會接的 那你問 那會不會有些重要的電話 你是 就 錯過了 你就遺漏了這些電話 沒有接到 我的基本假設就是 如果 那個人真的要找你 是有事的 他就會留言 那你就聽回那個留言 然後你回覆他 那我暫時 我已經用了N年這個方法 我並不覺得有任何的出事 那 當然 如果你那一招 舉例 有些特定情況 你訂了東西 明明說了那一招來送貨 送貨之前會打電話給你 那你就會有一定的警覺 就是那一招 你可能會接到陌生來電的 因為送貨的人要聯絡你 那你在一個這樣的 就是經過思考的意識裡面 你那一招就相對去接這些電話 這個我就覺得 就是我的處理 那歷來呢 我不覺得出過那些什麼事 唉 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大隻 夾拿隨街跳的 不會說你接少了個電話 就突然間 天蓋還財 你那幾千億沒有了 不可能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些事 我也都沒見到 身邊有人會發生這些事 所以 你沒有錯過任何的機會 所以 大膽一點 不要去接那些 你根本不認識的電話 那你已經是盜絕了很多中招的機會 其實也都避免了很多廣告電話的滋擾 那我覺得我這個方法也不錯 那那除了電話之外 其實短訊也是 我現在已經進入的狀態 就是如果一些WhatsApp 這些信息 有些不明來歷的 奇奇怪怪的 我是不會開來看的 因為始終他全的信息裡面說 第一句 你不開你都看到一兩個字 那如果我不認識的 奇奇怪怪的信息 我是不會去看的 因為這些也很有機會 是中招 那我覺得這個防備意識要有 始終我們生活著 那個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所以今晚我就跟大家分享這個問題 將我自己一些想法 跟大家聊一下 那歡迎大家 留言給我一些回應 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大家交流一下 今晚聊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